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我们还有一位 饶意老师 饶意教授 他不是准备来裸露身体的 我看他是准备来裸露灵魂 对吧 因为在美国大选之前 饶意老师来我们呛呛过一次 引起广泛的好评 广泛的恶评 很多观众都表扬你 说是好久没见过这么自信的嘉宾了 那大选结果出来了 您的心情怎么样 我想我愿意再来一次 原因是美国大选对世界是一个大事 对美国是大事 对中国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目前如果你从中国人的 您不用看镜头说话 看着我说话 中国人的反应来看 其实在有反应的这一部分 用文字表达反应的这部分 我认为出现了认知的错位 感情的错头 出现大批的中国人 要么认为无所谓 要么认为应该支持川普 为川普喝彩 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因为我们无论他是什么政治观点 川普和他的主要支持者是明确的 毫无疑问的种族主义者 从心底里恨死了中国人和华人 所以我们为他喝彩 是我们感情的错位 我觉得这个川普没有公开表述过 我看有了上一次的教训 我看我今天主要的任务是学一下美国总统大选辩论的主持人 主要是劝告您一定要给对方辩友说话时间 他也不是辩友 我们有意见有意见 颜艳的网站 他的一面压倒的你们的民意调查 中国孩子 也不能说孩子了 年轻人 年轻人了 压倒性的喜欢川普 所以他也算是 而且是投票钱 投票之前 20倍 好 那你们两位准备怎么聊呢 我闷 这样吧 柔毅教授 柔毅教授非常 我其实觉得很多人不喜欢他 但是我觉得他很可爱 他很有意思 我能说 你搞清楚 喜欢我的人都是好人 不喜欢我的人大部分是有问题的人 所以我不在意多少人喜欢我 和多少人不喜欢我 我特别喜欢您 他这个完了之后 大选结果一出来 饶毅教授 我跟他通着朋友圈 里边就发告示了 在我的朋友圈里边 谁是挺川普的 我就跟他断绝联系 断绝微信联系 因为避免两个人观点差得太远了 互相骚扰 这是一个很 并没有断绝所有其他联系 不是断交 那上面写得清清楚楚 断绝微信的 而且柔毅教授今天早上发给我两张照片 很有深意 他说在咱们谈之前 你先要放一下 我这两张照片 我一看很佩服 你看看柔毅教授的书房 你再看下一张 哇 饶毅教授 您为什么让我们先放这两张照片呢 因为我觉得有一些人不一定知道 我对于自己的不懂的东西 或者没有把握的事情 我是不发别言论的 包括每年都有人来问我 高考和中国教育的关系 我觉得这个我自己无解 我虽然做了这么多年的 美国和中国大学教授 我不谈这个问题 是因为我自己觉得无解 同样我也不谈何能 风能也有人找我也不谈 我敢谈生物 我敢谈科学 我敢谈教育的一部分 和敢谈美国 是因为别人不知道我的一个背景 我二十多年不光是在美国生活 我从来这一段时间 到回中国的十年 我是一直读美国的历史 每天读美国的新闻 每天读美国的主要的文化刊物 所以我这样说的时候 我是贴切地从代表着美国知识分子主流的 代表着美国教授主流的这个观点是怎么来的 我是自己就有这种感受 而不是随便说 那我可不可以请教您这个读书多的一个问题 您比如说这个选民 美国的选民 我估计这个一大半人肯定 读您这书不但一半都没有 恐怕有的人家连书架有没有都值得是个问题 但是你认为这样的话 他们就没有资格或者没有水平来决定自己喜欢哪一个总统吗 我觉得人人都有一票的投票资格 这是毫无疑问的 只是说在不同的时期 有没有想清楚 比如说有一个误解 认为川普是代表平民推翻精英 这是错的 因为首先 Bernie Sanders 他的主要支持者 都是平民 Bernie Sanders和他这批平民 跟我是最贴近的 而不是Hillary和他的支持者 所以说平民就是川普代表 这是一个误解 另外 川普你得看清楚 他是怎么忽悠一部分白人平民的 他是说你们在全球化的过程中 这个工作和收入都受到了影响 我来帮你们 这句话刚说完 他帮的具体方法是什么 是为最富有的富人减税 他明明是忽悠了这个穷人 同时他马上是代表了最富有的富人 所以支持川普的人里面 最大的一个力量 是美国最富有的人 这批人才是权贵 才是精英 不是在大学里做教授 受过什么本科研究生教育 这批是中产阶级 我打断 严严开始 姚老师看书很多 其实我的书不比姚老少 是吗 你都是武侠小说是吗 那倒不是 连环画 但是我觉得姚老师肯定有他擅长的领域 但是在减税这个事上 我觉得不是特别的准确 因为川普在减税这个问题上 它是传统共和党的特别传统的路子 他们主张减税 不是说我为了富人服务 它减税的历史的成因是 因为他认为我把税减了 才能鼓励大家更努力的工作 如果我的累进制的税太高 累进制的税太高 导致我越努力工作 我最后交的税的比例越大 像北欧那样 最后变成一个福利社会 养懒人 我不是说谁对谁错 这是他的一个根本的主张 不是为了富人服务 而且这一次大选 说实话 富人阶层 对吧 最有钱的财团什么这些 都站在谁的一边 这还用说吗 就是希腊里募了这么多的钱 所有的媒体 所有的全世界的精英 各个甚至有很多国家 这很少见 很多国家的政治领袖 就在投票之前直接表述 我支持哪个候选人 这样压倒性的碾压 都不能解决掉川普 这样一个 你所谓受教育阶层 看不上的 这么一个德州红脖子的代言人 对吧 他代表美国的传统的 这个德州的那些农场主 代表这个美国中西部的这些 所谓传统美国荣誉的那种农民 王德鲁萨克逊清教徒 那种最正统的家庭 我觉得这个说法是错的 共和党里面这个理念您说的确实有 但是共和党里面代表保守主义的这些人 从布什家族到McCain 全是旗帜鲜明的 实际是反对川普 因为川普不代表保守主义观念 保守主义观念是有它的道理 所以如果是布什和Gore竞选 我也支持Gore反对布什 但他完了以后我绝对不会有两天在想这个事情 因为这是可以接受的范围 川普代表的是流氓主义 而不是说保守主义 保守主义这些人现在天天担心他 翻脸不论人 每一天改一个东西 你同意不同意川普是个流氓 不同意 为什么 这个流氓这东西是很主观的 这是饶教授给的定义 美国 对吧 我是中国人 我不知道饶教授的国籍 我是中国人 反正 饶教授 这我得特意给你讲一下 饶教授也是爱国 不是 饶教授多年前 我给你加插一个小八卦 多年前放弃了美国国籍 然后是美国大使馆 美国领事 就问他说你为什么放弃 当时饶教授您是怎么回答 上了纽约时报了都 我是说因为我觉得在911之后 布什和千里政府做的一些 在国际上行为 使得美国失去了道德领导力 所以当时我2010年纽约时报登这个时候 大部分华人中国人都笑我 第一他们不懂什么叫道德领导力 第二觉得美国挺好 我相信川普的当选 使大部分人至少觉得我这句话是一个 我比别人意识得早一点的一个事实 早就知道美国要缺德了 是吗 因为他当时有些事情做的不对 他用欺骗的方法做了一些事情 好 咱们这插曲讲完了 严严接着表述 就是刚才饶教授讲到的 我觉得其实您说的特别对 为什么这次传统的美国共和党 全都不支持川普 其实因为整个美国的这次的变化 美国一直是世界警察 美国这次变化是世界整个巨大的一个新时代开始的 一个2016年各种热闹 各种你想不到的事 对吧 因为整个世界已经重新变格局 所以传统上 共和党民主党的那个划分 左右翼的阶层的划分 完全不适用于这次大选 因为美国的阶层在过去的八年里已经发生了特别深刻的变化 就是您讲的 传统的共和党精英全都不支持川普 恰恰为川普赢获得了优势 因为美国的民主党共党精英已经被洗成了一个阶层 我们要退回去一下 所以川普当选 我突然发现你的这个发型像是川普年轻了 川普染黑了 我不是支持川普 我只是说这个事实 对 我们得分析事实 事实是这次川普的选票低于Hillary的选票 所以他并不是美国的多数人 第二 川普这次当选的选票低于上一次2012年共和党得的选票 但是Hillary这一次得的选票比上次欧巴马低的还要更多 是因为支持Hillary的人更少了 而不是支持川普的人比上次支持共和党理念的人更多了 这样一个数据要搞得清清楚楚 然后才知道是因为是反对Hillary的声音是很有效的 所以使得很多人认为Hillary有问题 所以对Hillary的热情降低了 造成这次这个川普实际上是一个险胜 但是美国因为有一个选举团搞得他像剩了很多 他根本不是剩了很多 但是我 不是现在我有一个问题 能让我去一下广告吗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但是啊这个饶教授我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能 你为什么一定要把这个川普看死呢 就是选举前和选举后 这个人真当了这个 你看他现在一选上啊 这个话都在往回着吧 你比如说是这个就是说这个要堕胎的这个女性 那他可以到这个允许堕胎的州去 或者是什么 或者说我说的是驱逐那些个有犯罪记录的非法移民 我相信他有一部分会退回来 特别是他目前用副总统去组织他的内阁 那么就是说会用传统的一部分 只要用传统的一部分就会对他有所约束 但是我们得看清楚两个事情 他那个Twitter account 有时候他忍不住又出来骂人了 骂过这个游行的大学生 然后又被收回去了 又说了一个谎 说到这个游行大学生 然后他还骂纽约时报 然后现在关键的一个事情 他任命了一个种族主义者 做他的日本叫内阁官方长官 这个中国叫办公厅主任 美国叫Chief of Staff 是Steve Bannon Steve Bannon是一个赤裸裸的种族主义者 他的新闻经常造谣骂他 支持Steve Bannon和支持川普的人 就有他们的一个朋友 叫做Richard Spencer Richard Spencer是公开宣称 要让美国变成没有有色人种进入 变成白人的天堂 对这个你燕燕怎么说 我觉得选举语言 而且川普从来没有公开的讲 他说过一些夸张的话 什么在墨西哥修个墙 或者怎么样 但是他从来没有公开的说 我要一些特别种族主义的这种话 他其实并没有公开说过 更像一种选举语言 但是他是厌女症吗 我觉得有很多这种 你关于人的品德的这种主观判断 这个东西太相对了 已经有事实 第二他一定忍不住四年 我们还看着以后还会 而且美国 忍不住 这个美国的制度设计 它三横三纵 对吧 从联邦州到地方 横着司法立法 整个他的权全是分散的 美国总统能做的事情是非常小的 刚才有一点跟咱们华人有点关系 就刚才这个饶教授 我就发现饶教授是生活在一个他的体系里 刚才在录节目之前 他就问因为那个颜艳是网站的主编 饶教授有一个问题好像觉得很费解 就是说为什么中国的年轻人 你认为跟美国的校园里的年轻人 表现出了很不同的态度 我首先说你这样说是有事实依据的吗 现在美国的年轻人 大多数都是反对川普当总统的吗 这个是多数从前到后都有统计出来 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是说 有人会说这个做调查的时候 怎么调查有问题 调查有问题 我早就想到了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就是说支持川普的一部分人 不好意思 当你来直接调查的时候 说他支持川普 他自己觉得支持他 在道德上是有问题 但是他又想支持他 所以投票是他一个人投 他就投了 但是你要问他 他这时候就说假话或者不说 所以我觉得教授说得特别好 既然投票的时候 教授认为有这种情况 那现在美国年轻人在表态的时候 那么多之前支持希腊里的媒体 一起说年轻人 说我又统计了 所有年轻人都支持 都反对川普 那我认为一样存在这种问题 我现在退回来 我认为我们更有趣的是讨论 美国华人和中国的中国人 为什么会变成支持一个违反你根本利益的人 这也是他的一个主要问题 我不会这样说 为什么很多人都说 纽约克是一个国际重要的文化刊物 纽约克他一当选就说了 他的川普的胜利是美国的悲剧 是种族主义者的胜利 因为纽约克本来就是支持希腊里的 但是3K党同样出来说这是我们的胜利 对不对 从反对川普和支持川普都说这是种族主义的胜利 那么中国人很多人是不care 因为不知道什么是种族主义 我们在中国国内 中国人不知道什么是种族主义 因为我们这边没有很深刻的体会 在美国的华人第一代也不太懂 美国的华人第二代 现在不是有些第二代跟第一代吵翻呢 就是第二代他在生活在美国社会里面 或者第一代里面有像我这样的 经常读所有这些文化刊物的 就会知道什么是种族主义 什么不是种族主义 种族主义和你自己努力是没关系的 你只要是中国人 他就从根本上看不起 你如果有什么做得好 他就骂你 对不对 所以这是叫种族主义 所以少数民族里面 在美国的大部分 都是70% 60%的反对川普 只有中国人 华人是50%反对川普 还有47% 48%支持川普 这就是第一代的中国移民 没有搞清楚川普是一个从根本上反对你 不是可以帮助你提高你的小孩的入学力 不是可以帮助你来提高华人地位的 白人在对于偏左的白人 他要支持少数民族 是黑人西班牙人在前面 但是也是支持中国人的 而种族主义的这一批 他不会说支持有色人种的亚裔 反对黑人西班牙裔 他反对的时候可是一起反对 中国华人在美西华人里面有一批搞不懂 以为可以自己作为独特的少数民族 而趁机跟白人一起来排挤黑人和西班牙 这从道德上有问题 从感觉上完全是判断失误 因为我有很多朋友 这次就在美国 就是所谓的第二代移民 他们华人如此的积极的参加美国的大选 以前不常见 他们为了让川普多投票 就是让支持川普的人多投票 专门开着租飞机的天上拉广告 甚至到山区里去找那种 从来不投票的 什么印第安人 什么的 咱有投票权 我拉你出来投票 请支持川普 这是一种 从道德上极端低下 从判断上极端愚蠢的一批顽固的华人 这批华人是惨得不得了 饶教授知道 您现在有多么不尊重民主吗 您的发言 你搞错了 民主包括可以说对方是蠢 这是没有关系的 不叫不民主 但是您并不代表 意味着反过来 别人也可以这么讲你 因为事实是这批人蠢 因为你支持共和党是没有问题的 你不能支持一个反对你的种族主义者 这是这批华人的问题 而且这批华人 这批华人没有问题 造成了这批华人当然有问题 这批华人他们每天生活在美国 跟您不一样 他们是很多商店的 他们主要是两个事情 他们的诉求是两个事情 一个事情是说 如果他支持川普 会导致取消 affirmative action 然后学生就按成绩入学 那么黑人和西班牙人入学少 亚裔入学高 这一点的判断是有问题的 因为从来他们不知道 大学里怎么运营的 您为什么知道他们 当然 因为我是大学教授 他们没有几个人做大学教授 大学教授不是神 大学教授懂得大学怎么录取的 大部分华人大学教授的观点 跟我是一样的 美国大学教授好像教授认为 而这批华人他不懂怎么大学录取 他以为压了亚裔 压了西班牙裔和黑人就会行 没有的 所有的美国精英大学 他从历史上到今天 都专门给有钱人和有权人 留了录取的录制 布什 小布什本人成绩是很差的 Danker以前一个白人负重的候选人 成绩也是很差的 他们都是毫无阻力的上夜 就是因为这条路一直是为他们留的 你看现在这个饶教授 饶教授不是要讨论刚才的问题了 没有没有 讨论另一个问题 我告诉你的就是因为这批中国人 自己做了自己不懂的事情 害了自己 所以他们的孩子对他们意见很大 我相信 我现在特别相信 饶教授一定是支持希拉里的 你现在知道为什么 你搞错了 你搞错了 我支持的是Bernie Sanders 但是我坚决反对Trump 因为Trump 他的如果是不 我没有这个出来说话 你知道 Trump是一个种族主义者 是损害我们利益最大的一个人 饶教授我问你 你这个时候是不能支持的 虽然您是黄皮肤的 但是网上有人管您叫白左教授 您承认这个称号吗 我完全接受 但是白左一定要搞清楚 白人的左派就是世界进步的重要力量 白人的左派 你得搞清楚 白人左派承接的是法国大革命 承接的是社会民主党 承接的是1921年到1949年 中国共产党的起源跟白人左派是密切相关的 一定不能搞错 白左就是社会主义者 这批人 好 这批人说一说 中国大部分人连白左是什么都搞不清楚 这就是一群蠢货 OK 大部分中国人和华人 蠢就存在这个地方 连白左是什么 变成那个负面的词 但是 这就是有问题的 饶教授您怎么对自己毫无怀疑呢 因为我是懂的 我跟你说了 我不谈高考 我不谈风能 我不谈电能 我敢谈这个 就是我读了二三十年的美国历史 我读了 到今天我是天天都要读美国的文化刊物 所以我对这个事情很了解 我认为一批这样不了解的人 居然去为种族主义喝彩 我觉得是一个悲剧 你认为他们是傻子吗 他们不知道自己的厉害吗 他们很糊涂 所以一个是说 九年聪明 一个在这件事情上 我肯定比他 这个入学的事情 我是大学教授 他们都大部分都不是 是大学教授人 跟我观点是一样的 大部分 所以这些人搞错了 你得给对方一点时间 老教授我插一句 就是我认识 我谈的是我懂的事情 他们是做他们的 给对方一点时间 老教授从大学教授谈 那我从 就是我据我所知的 他也是大学教授 而且我实际认识的 在美国的 现在支持川普的移民 这个在 而且就是在这个大选之前 在北京我见到 岁数大概跟您差不多 当时在美国大军火公司工作 对 然后呢 所以他不懂大军火公司 对 他不是不懂 然后后来呢 人家在华盛顿当公务员 对吧 也是 也是中国移民 我问你 我说你们支持谁 说我们都支持川普 我们周围的人都支持川普 华人 然后呢 说但我们公开可能不讲 但是投票的时候 我们会投 他说为什么 他说很简单 他说你看前一阵 不是出了一个问题 就有一个 几个黑人去抢 去抢一个中国华裔的一个女老板的小杂货店 三个黑人拿着枪进去 那段视频在网上特别开心 对 那女的拿着枪 中国女老板出来一枪放倒一个 甚至俩人跑了 然后呢 这个事 我举个这个例子 川普是坚决主席 传统共和党他主张枪支到自由 那么民主党他有一些这个很理想的 他主张说要把枪废了 那么这是一个老议题了 双方辩论很久了 这个我觉得呢 像那种情况 如果一个那个女的他没有枪 那他什么情况都可能发生 在警察来之前 我觉得 但是您听我说完 但是这些人并不关心饶教授 关心的领域里的任何事 饶教授有自己的收入 有自己的生活 有自己的圈子 有自己的关注点 这些人是每天在美国讨生活的 我认为您不能说他们蠢 他们在为自己的生活做选择 所以造成了问题 他们在为自己的生活做选择 他们大部分华人 还是反对川普的 是53对48 所以这个事实不要颠倒 53对48是很接近的 是接近 就是在少数民族里面 已经是问题很大的 因为其他是六七十 我觉得您不能这么说 另外我得退回来说 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他们支持川普的第二点 说民主党支持 男的到女的厕所 女的到男的厕所 这是纯粹一个造谣 这个造谣的背景在于 这个 他说的就是 辩议人和辩议人 这个是 上哪个厕所 这个本来民主党没有表态 是极端保守的一些州 立法 说你上厕所 要上自己出生证上写的性别 我们每个人上厕所 要带出生证吗 这是保守州造出来的一个法律 姚教授是典型的通行概念 您是简直换个概念 这是州就是这个法律 我举个例子 姚教授 您的 我不知道 就是假如 比如说有个女儿 或者女朋友 对吧 您的女朋友在上厕所 那么说 我也不了解美国的情况 我从北京到了美国 我坐在厕所里 进了两个黑人 然后说为什么 说因为我认为我是女性 请问 因为您不是女性 这是一个 这是政治正确吗 因为您不是女性 这是一个非常敏感的 幼稚的说法 因为今天没有一个人上厕所 要带出出生证 对不对 极端保守的幼派 我没有说带出生证 您没搞懂 您没搞懂这个事情 谁吃了饭没吃干 天天去换厕所 他要抓的 保守派就是要故意要设这个圈套 抓变性人 要不然平时你抓不到这个人 你是他到有这个法律以后 他就派人蹲到厕所去 知道那个变性 天天跟着他 看哪天他上厕所的 把他抓了 这是一个设计陷害 现在有些人 人家变性的起码 这些话 不不 咱们这个话 至此 我必须得说 嘉宾不代表本台立场 我现在估计 真能跟川普对着干的 也就饶教授了 没有 别人跟他辩论 您能比希拉里强 但是咱们这个辩论是有意义的 还可以继续 因为的确反映了当今世界两大矛盾 两大阶层 我本来很想跟饶教授谈谈 在美国什么叫精英 是不是就说你们都是傻子 你们都不懂 我看书 我看书